大家好,我是FIRE壞的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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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呢,其實非常特別 就是我們跟Kyo Shin Eru 就是邪進的副社長 當然他現在是 已經退休了 然後他現在是 他是一個非常和蔼可親的爺爺 一個阿公這樣子 那,藉由這次的機會 我們來日本的話 來這邊跟他聊聊天,然後一起吃個飯 因為之前他來台南的時候 我們聊得非常愉快,所以就 達成了一個說我們來日本 一定要來拜訪他的協議 既然都來了,當然不能放過來他們的專賣店 還有他們賣皮革的 賣場來看一下他們是 有哪些好玩的東西,跟有哪些 大家來日本值得 入手的東西可以來這裡看看 我們現在就進去看一下 他們有什麼東西吧 先強調一下我們進來拍攝 是有經過允許的 那如果大家進來想拍攝的話 最好還是詢問一下店員 可不可以進行拍攝的部分 那現在一樓的部分可以看到是賣場 那賣場的部分就會有非常多 我們會常使用到的皮革的工具 那這部分其實在他們的目錄上面都有 那只是說來到現場唯一比較不同的是 他們有非常多的優質的皮革可以做選擇 那接下來我就用 錄影的方式簡單的拍一下 跟大家介紹他這邊的環境 還有他的皮革的部分 好這邊呢就是一些他們的手縫用的東西 就比如說削編器啊、導角器啊 然後還有一些刷子 那雕刻的部分就是旋轉雕刻刀 然後再過去的話就是印花工具 還有一些手縫線跟處理器的部分 那大家最喜歡的斬也是在這個部分 這個斬啊基本上我蠻喜歡L的零斬 那他其實只要經過自己的打磨跟拋光之後 都是非常非常好用的 像壞的叔叔自己最喜歡的 還是他們的這種六尺的 那用起來其實非常的順手 那價位就又CP值很高 價位也合理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想要購買第一組斬的話 我是非常推薦就是L他們家的零斬喔 那喜歡染色的朋友啊 可以看一下我們這邊有非常多的染料 甚至是這種超大包裝的 我其實自己都非常想買回去 但是我真的很怕放到行李箱會爆炸 因為在早一點的時候 我去買了一塊天然磨刀石 那塊石頭有兩公斤種 我覺得這次我的行李一定要爆掉了 這裡是一些五金 然後還有一些進口的書籍 書籍的話也會隨著每一次更新的速度 有新速的話 這邊都會放在上面 讓大家去做選擇 像這次大總老師的皮革雕刻技法 從Sheridan Style的到Arizano跟Carnifornia的風格 也都有在這邊做販售喔 這個是藤田怡貴老師的作品 其實在現場啊在三樓還有地下室 地下室是教室的部分 那在三樓的部分 有擺放著他們歷年的目錄的作者所製作的真品 就是原作都擺在那邊 其實看起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而且非常非常的精細 哈囉喜歡皮革工藝的大家好 常常不知道皮革怎麼選嗎 不知道怎麼製作皮件作品能有較好的效果嗎 現在YOTA的線上教學課程 一次滿足您的需求 從皮革的生活應用到選擇 皮革雕刻工具的介紹到應用 從簡單的字模敲打到雕刻草圖的邏輯與繪製 除了完整的實際雕刻示範之外 還教您如何在雕刻完成的皮革作品上染色、裁切與打動縫製 另外還有組合的實際操作 以及各種染技的介紹與說明 喔對了 如果你剛好喜歡動物 在線上教學還有教您如何使用簡單的工具 去製作出家中的毛小孩 當然也包括了最後的上色、說明與介紹 如果想要在皮革創作的路上少走冤望路 或是想要快速進步了解皮革工藝當中的訣竅 趕快點擊下方資訊欄的線上課程連結 讓我們一起學習如何創造出獨一無二屬於您的一個作品吧 我們現在看到的就是教室裡面所展示的作品 有包包然後還有很多不同的作品 除了唐草之外也有風景或寫生的 那相對的來說在染色的部分 也是非常非常的一應俱全 各式的染料工具 他們也不定期的會辦一些講習會 有興趣的人可以去他們的網站看看喔 那在教室裡面呢他們的座位啊燈光 其實真的都是非常符合上課的需求 那各式各樣的皮革還有工具 其實在ELU這個地方都可以做到很好很好的採購跟購買 這一次啊ELU的經理帶我們來參觀了他們的倉庫 我們可以看到不管是染劑 背面處理劑各式各樣的工具 他們的庫存的量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豐富喔 那相對來說我覺得如果想要製作皮革的話 大家都可以去ELU的官網 或者是附近的貿易商材料商 去看看有沒有自己需要的工具 看看這牆上的印花工具 天啊這麼多的庫存的量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議呢 然後這邊啊就是我們很常看到的橋翼麻線的部分 也是非常非常的充足喔 剛剛我們看了三樓的部分 還有就是它的倉庫還有準備皮革的賣場的部分 其實真的非常非常的驚人喔 所以在日本進行皮革工藝 其實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而且資源很多 那當然因為網路的關係 現在大家想要購買這些東西 都可以很輕鬆的買到了齁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會把KOUSHINELU的官網 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我希望有一天台灣的工藝 也可以像日本這樣子真真日商 大家都喜歡去做這樣子的事情 這樣的工藝 那不管是材料商做的人 還是買家都可以有很好的領域可以發揮喔 就像我們來這邊看到這麼多的工具 還有作品一樣都非常的讓人嚮往 那這也是我這一次來日本取材 很重要的一個目標跟一個動力啦 對啊 那這部分講下去會講不完 反正今天呢我們來到了 欸魯就簡單的介紹給各位看 OK那如果 最後的最後啊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還有分享喔 我是FIRE 壞德叔叔 我們下次再見 好啊 可以 說astic 很開心 愉快 很開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